欢迎来到可乐都市传说系列 50.7 旧存档中的怪物 事情是这样子的 前不久我的电脑内存快占满了 所以准备清理掉一些没有用的东西 然后就在机脚柄里面 找到了我9年前玩过的1.7.10的存档 可诡异的是 在文档里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文档 不要打开它 这是为什么 我当时反骨就涨上来了 不让我打开 那我偏要试试 接着我就打开了游戏 准备看看存档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紧接着不出意外的出意外了 就在进入游戏的一瞬间 电脑竟然蓝屏了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老存档里有病毒 不应该啊 我电脑里可是安装了3456和470的电脑管架 有病毒也不至于蓝屏啊 等我冲击电脑之后 却发现游戏已经启动了 这就非常奇怪了 我还什么都没有操作呢 下一秒 眼前的内容更是让我迷惑起来 因为原本是1.7.10的版本 左下角显示的竟然是1.19.3 这是怎么回事 游戏版本计划啦 点击单人游戏 存到显示上次打开1.7.10 我觉得得继续试试 这次倒是正常的进入了游戏 可游戏是不是不太对劲 如果这些粉黑方块 可以用材质加加失败来解释 那眼前这个中分背带裤的角色 就只能让人看一眼啦 因为